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 我们爬山 走 这是爬山 这叫爬山 我们第一次来爬山 对吗 好像第一次来爬山 虽然我以前在城市长大 那时候台北没有真的完全发展起来 自己院子里面 青蛙 蝌蚪 蝉蝠 螳螂 只鸟 天牛 蜜蜂 蜜蜂 蜂蜂 各种四角蛇 哇 你看这个蚂蚁这个蚂蚁 我刚刚看到一个超级大的蚂蚁 所以其实跟大自然 它其实还是比较贴近的 好舒服 小孩在这种样的环境里面 至少看他们来清迈吧 刚开始几天很紧张 都躲在房间里面 后来就都跑出去了 好爽啊 真像摇篮了 我觉得感觉就不错 它有另外一种放松的感觉 在大自然里面 这里面有虫 有白蚂蚁 蚂蚁吃过了 蚂蚁吃过了 对 所以时候蚂蚁太多了不行 这让你们带着官场的心爬山 不是一路走过去 永乐 走 走 往前走 走 好 诶 永乐也在啊 对 常乐祭祭会走啊 哇 牵你们两个人 一人一个 左手一个 右手一个 来 像我一直到这个年纪 其实都有一点点放养 但是四岁以前 其实就是让它放心 开心 自在 即使我们这么小心 孩子其实都还是有 各种程度不同的 脾气 阴影 那时候这么小怎么会有阴影呢 像小女孩秘密 因为生出来太小 只有一公斤 她就一个人被留在保温箱里 多留了差不多一个多星期十天吧 所以她就比另外两位有很大的焦虑 开始的时候她就总是回家 黏着妈妈容易大哭 然后晚上做噩梦会叫 就是那种分离 那阳金教特别关心她 她哭闹的时候 你知道她哭闹的后面是什么 以后牵爸爸上山是不是 爸爸走不动了 就靠你们了 你看这个树 给我们一个桥 被蛇拉下来了 就这个树的样子 像蛇 哦 蛇 怎么办 哭 好 来 我们过 好 你先过吧 来 一 二 三 怎么办 好嘞 爬 爬 爬 我们只好住在这里了 小时候越安全的小孩 就是至少五岁以前 你保护得越好的小孩 到后来长大勇气越多 等一个人安全了以后 他就会想去探索 但是当你不安全的时候 你就一直想到要躲起来 抵挡 然后保护 你的心放的力量不一样 大一点他就可以开始理解利用了 可以面临挑战 可以思考 秘密上 好 秘密上 好 秘密 厉害 哇 秘密 厉害 好 二 来 跳 好 用来跳 长了一跳 长了 飞过去好了 飞过去 我们自己跳 来 好 他们都走了 我们自己跳 来 好 从那里也可以 巨大的考验 他自己会有办法 对对 要你们想 自己想办法 对对 要你们想 自己想办法 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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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 走 我们去玩 走 我们去玩 来 过来 大号砍 哎呀 下不来了 卡住了 哎呀 去跑 两个人坐在那儿 哎呀 卡住了 坐一会儿 走 我们去玩大的秋千 走走走走 走 我们去看大秋千 大秋千在上面 走 我们去看大秋千 你要在这里玩吗 想玩吗 要不要玩 走 走去看 好 真正就到了 看我的小鱼 小鱼 哦 小鱼 对 那个布达在那个佛堂里面 你这里看 一只布达在里面 布达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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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吗 如果说是父母能够 比较自己宁静安静的 然后也有一些稳定性 有智慧的 把小孩带起来 尤其随着他性格 让他没有恐惧 没有分离 被抛弃的感觉 得到充分的爱 这种样的孩子 到后来 他的创造力 人际关系 勇气 其实都会比较好 好 来过他 好 来过他 好 来 再放一个 我先去放两个 好 好 好 我抓到一个 我抓到一个 长鹿放一条大蛇 哇 大蛇吗 大蛇 大蛇 哇 我看他长得最小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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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